PS128精神益生菌 是經濟部學界科專計畫的研發成果 那在2018年也獲得了全亞洲最佳益生菌的年度產品大獎 那目前PS128已經發表了十篇的臨床研究論文 顯示它可以輔助改善像是自閉症 還有八經生事症的症狀 那也可以降低高壓工作者的工作壓力 改善睡眠等等 那不同於傳統一般改善消化道健康 以及免疫調節功能的益生菌 那PS128它能夠藉由腦腸軸線來改善我們的精神健康 它是一株可以促進我們神經心理健康功能的功效益生菌 那各位大家好 桂冠營養研究室是桂冠食品這50年來最新創作的產品 那我們這一次在展會上面特別介紹兩個亮點 首先是專屬營養檔案的部分 加入我們桂冠官方LINE好友之後呢 如果能夠註冊我們的會員 填入體脂身高體重還有肌肉量的話 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營養檔案 特別針對於消費者自己身體的一個身形的推薦 特別裡面還有三種的飲食的這個建議 比如說是均衡飲食 減糖飲食以及高蛋白質飲食 針對於消費者本身希望的這個體型或是說目標 我們提供一個可以量測的工具 給消費者一個更好參考自己日常生活 可以用的這個小工具 那另外搭配就是我們桂冠這兩三年以來 所推出的從先前的湯品 一直到現在的主食以及醬品 以及其他產品的推出 我們推出了一連串的美味建立餐 基於蛋白質和膳食纖維特別的考慮跟研究跟添加 那提供給消費者更多的組合和選擇 這一次在展場也有許多的優惠 可以方便大家可以來參觀選購 搭配我們的營養專屬檔案 今天在我們的展覽當中 我們所主要展出的技術 是一個可以純化纖維連接蛋白的一個重要的技術 那這個纖維連接蛋白可以完整的純化纖維蛋白 那在經過修飾極小分子化之後 可以生產一個生衣材料 那纖維蛋白是什麼 基本上在生理當中 我們可以知道 鮮連蛋白是存在於細胞及細胞之間的細胞外兼職當中 它主要的工作是在於活化細胞 促使細胞能夠癒合及再生的功能 但是在老化的皮膚當中 鮮連蛋白它會逐漸的減少 所以可以想像這個時候 癒合跟再生的能力就顯著的下降 所以在加深細胞科技技轉了這個技術之後 他們也廣泛的去生產去開發不同在科研上面的一些試劑 以及生意材料 那同時也有這個修復精華液的開發 那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知道 這樣子的開發的產品在很多的研究單位 以及一些保養品公司以及消費者已經獲得很多的肯定 大家好我是塑英生醫執行長陳冠文 這次我們介紹的是我們開發的一支新藥 主要是針對幽門螺旋桿菌的一支抗體新藥 那我們這次的技術主要是技轉至焦大的廖光文教授 那這支新藥的特色就是在針對已經有抗藥性的幽門螺旋桿菌的病患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療法去做治療 那傳統療法都是用抗生素在做治療 那這次我們則是利用抗體的技術來做這個一個新藥的治療方式 目前也是全世界唯一有在發展這塊領域的廠商 那我們非常希望說有機會能夠透過環球生技 讓更多的投資者或者是合作夥伴有興趣來參與這個計劃 那我們目前的計劃是在臨床前的階段 我們已經把藥物定性都已經定好了 那現在的下一個階段的資金主要需求 將會是在preclinical stage的CMC的這部分 還有更深一步的動物獨立實驗 那這兩步完成之後我們將會在一年半到兩年間 送我們美國的FDA IMD申請 那希望在申請完IMD之後就能夠進到一期的臨床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能夠有興趣多來了解我們公司的這支新藥產品 謝謝 大家好我是竹籤科技的執行長Linea 我們竹籤科技開發的是一個給憂鬱症族群使用的AI語音情緒助手 我們的核心技術是一個以聲音跟分析情緒為主的一個AI的系統 這個系統可以根據人說話的語氣跟聲調 來了解他現在的心情 進而給予他適合的心理健康協助 那目前呢我們是以一個APP的形式在販售我們的產品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10萬的下載使用者了 那接下來我們在技術上呢 最近也跟高通的晶片來進行合作 進一步的申請AI的軟體醫療認證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在陽明大學當中進行臨床試驗計畫的原因 那未來呢我們會針對呢全球的憂鬱症患者來提供我們AI語音情緒助手的服務 瑞和生技致力於定點照護檢測 由林俊隆博士研發檢測出了一個生物感測平台 藉由半導體製程開發它品質穩定且成本低 在生物檢測的領域具有很高的潛力 是的瑞和生技公司呢是有復合CMOS的process 那我們是在這樣子的一個高糧率跟一個低的變異度之下 我們呢製造了3D奈米立體的一個電極的一個矩陣 那我們從微米到奈米 所以呢我們有低的功效也有高的一個靈敏度 我們現在呢也致力於在各種的一個 非常高靈敏度低容量的一個低容度的一個檢測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現在瑞和公司 所致力於生產的一個產品的一個總項 謝謝 大家好我們是世情科技 那這次我們展覽的重點可以從我們客製化的三項服務開始介紹 第一個就是針對於智慧SOP的巡檢系統 特別針對於廠內的一些法規資訊去做日常的點檢 再來就是智慧秤料管理系統 針對於生產製造過程中的一些秤料 以及秤重的需求我們可以做系統化的整合 再來就是智能監控系統 可以去針對生產中的參數去做記錄 並且加以大數據的方式去做分析 那針對於食品安全管理平台的部分呢 我們是透過手機的APP 針對於雲端資料庫的統整規劃之後呢 透過網站以及我們平台上的服務 做到的是表單電子化 以及法規資訊的整合 最後可以透過食品專業的服務 進一步的去加強品質以及食品安全上的管理 那這個是我們的整合應用 可以再透過智慧秤料系統 以及智能監控系統 以及智慧SOP系統 管理整個工廠製造的品質 以及食品安全相關的一些議題 Combin-19這麼嚴重 目前大致有五百萬人死亡 但是你知道你因為空氣污染 而導致了七百萬人死亡 所以你在意你呼吸的空氣乾淨嗎 所以我們用膠大的技術 就是開發一個氣體感測晶片 那這個晶片是在半導體園區生產 那目前我們將這個晶片 已經可以整合到我們的一個產品 叫iPlus的Dongo 那結合這個Dongo跟手機 我們其實可以知道 這個周遭的空氣的汙染程度 所以當空氣有翼翼狀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做特定的處理 那未來我們可以將這樣的晶片 除了整合在這樣的Dongo 也可以整合到這樣的手機 那未來這樣的技術 除了可以偵測我們外在的空氣 也可以檢測我們人體的 呼出來的空氣是否有異樣